那么疫苗的研发呢应该是刚才我讲话也说的 叫疫情不止研发不停 我们一直在追踪着整个全球的这个变异株的情况 然后有针对性的研发新的疫苗 那么目前呢我们是在三条技术路线上呢 研发针对奥米克戎株的疫苗呢一共也是400 刚才记得曾经提到的就是有没有一款一劳永逸的这种疫苗 我觉得到目前的情况应该说是没有 而且这个新冠病毒是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的一个病例 它是在不断的变异 特别是奥米克戎株的这个疫苗是传播快速度快 而且具有隐移性 它这个在它这个目前这个变异的基础上呢 目前还不好说它是不是就停止变异 那么我们从国内的不存在 从国内的情况看呢 还出现了在变异点4 变异点5以外 又出现了新的变异 那么说呢我们还是这句话 就是说病毒变异不止我们研发不停 我们仅仅跟踪着这个全球的病人的变化的情况 然后呢就保持战斗状态 至于说这个疫苗生疏上市的话呢 目前我们大体上在临床试验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进化在9月份完成这个临床试验 然后我们积极地去申报报批 这个呢就是说最后呢还是由国家的药监部门呢 根据我们上报的这个临床研究的情况呢 做出病毒